指揮中心26号再度宣布零确诊 本土个案也已经维持14天挂零 暂时守住军舰低波观察期 但社区风险始终存在 就怕还有看不到的隐形传播链 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是每个诊所都有快塞的工具 所以诊所一定会漏的 如果有人亲证去诊所应该会漏掉 然后呢 这些亲证的人 一旦他传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去 比如说宿舍啦 军营啦 医院里面去 那就可能爆发一个小规模或大规模的群突发流行 疫情不断波动 做法也陆续调整 除了扩大裁剪监测条件 指揮中心目前只针对相关接触者 有出现疑似症状才进行裁剪 但现在不排除扩大裁剪对象 有旅游史的 然后跟有旅游史的接触的人 或者跟疑似或确诊的人接触的人 这些有确定接触史的 这个是最该要扩大裁剪的 那以前只针一次可能也不够 这些人说不定要针两次 应该加上抗体 这样才能确保这些人不遗漏 随着疫情稳定是否放宽 防疫管制也出现讨论声浪 专家表示可以参照临近国家做法 或是等世界卫生组织统一宣布 到时解禁或许会比较安心 带新闻黄轩李明华台北报导